强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尤其是美国每年会有23万名妇女罹患乳腺癌 因此南南加州角生癌症协会最近特别与 航亭顿纪念医院来联手 举办第九届粉红丝带研讨会 要让更多民众知道如何防范乳癌 强调全美亚裔每15人中 既有一人可能罹患乳癌 在粉红丝带研讨会上专家一项项的分享 各种乳癌的新知识 而台下的与会民众则各个仔细聆听 一点都不敢怠慢 因为最新数据显示 乳癌是美国女性癌症排行榜的第一名 因此定期预防筛检非常有必要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年 透过这样的粉红丝带 让我们的乳癌的患者 或者那些的幸存者 他更知道一些最新的乳癌的知识 以致可以保护自己 去能够有健康活泼的生活 强调乳癌幸存者的数量 全美多达300万人 乳房外科医生沈宝林表示 研讨会不止分享新知 也要鼓励更多癌症斗士 乐观积极地活下去 我们粉红丝带每年 也不只是想提高知识 我们也是想来庆祝 我们用单个借口来庆祝 这些姐妹有经过一条残路 现在是都是乳癌康复者 除了举办大型粉红丝带研讨会外 角生癌症协会 还开设多项癌症服务课程 包括病友互助会美容课程 以及研究计划等等 可全方位的帮助癌友度过难关 有兴趣的观众 欢迎上角生癌症协会官网 查询更多详情 东森新闻彭迪孟子文 在洛杉矩的采访报道